好了我们再看看第六种 第六道题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度最最高的一道题了 要构造抽屉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看 说现在你从1到20这20个自然数中 至少选多少个数就可以保证其中有两个数 它们的差是12 那现在我们看看什么是苹果什么是抽屉呢 第一个保证有两个数它们的差12 肯定数数肯定是苹果是这样的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20个数它就是苹果 那什么是抽屉呢 抽屉你看好了 我跟大家说 它是不想让它的差是12啊 所以差是12就是它的抽屉 有的是啥意思 抽屉到底几个呀 这时候需要你自己去构造抽屉再数出来了 好第一种抽屉它说什么你就写什么 差是12 那我们就找抽屉为差是12的 好那我们先找第一个数是1啊 我们刚才说的抽屉一定要有序的找 所以如果第一个数为1的话 差是12加肯定是13 是这样的吧 这就是第一个抽屉 还有呢 2和14 还有3和15 一直到一直到 那肯定最后面一个抽屉 你要这个数越来越大 那这时候就到20 是这样的吗 那我们就想想几刀20差是12呢 肯定是8到20 那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1 2 3一直到8是8个抽屉 8个抽屉一个抽屉两个数还多了4个数 多了哪4个数呀 哎你发现一个问题 8到13中间的数没写上 对吧 那我们要给它单独写 因为没有人跟他们的差是12了 所以现在9 10 11 12单独写 哎 这就是你构造出来的抽屉 这抽屉长长什么样啊 差就是12 这个抽屉我们算了 8加这个4 那现在抽屉我就知道了 哦原来是12个 好了 那现在我们看看 那你能不能保证这个事了 为什么能呀 你看20个苹果12个抽屉 当然有两个苹果在一个抽屉中 当然有两个数 哎 你他们的这个这个差是12了 你想不明白你就这样 这20个数你怎么挑呀 你是不是12个不同的抽屉吗 你每个抽屉里 我想问个问题啊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去挑 最倒霉肯定先挑个9 是这样的吧 抽屉眼里就是两个 找到抽屉 然后找最倒霉 好 那现在我们就想想 这个就是9 是这样的吧 然后再倒霉点10 再倒霉点这个 再倒霉点这个 是这样的吗 那现在第五个数 哎 你找一个1 那我想问个问题 下一个数 如果你幸运 你肯定找了什么 幸运你肯定找的差距是12的 是这样的吧 你就找13 那现在如果你不幸运呢 肯定找不到两个数在同一括号中的 所以接着不幸运 你就把这些数都都取走 所以这时候你一个抽屉 是不是刚好取了一个数 那是不是取了12个数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哦 那现在我在取第13个数的时候 不管取哪个数 是不是都有两个数在同一个抽屉中了 是这样的吗 随之倒霉 人有20个数呢 哎 人家问说至少选几个数才能保证 其中有两个数在同一个抽屉中呢 啊 原来至少应该选13个数就做完了 所以通过这道题 我们会发现 它不是典型的抽屉 我们要怎么办呢 还是跟我们刚才做题的步骤一样啊 第一步找抽屉和苹果 这个是抽屉直播 需要你构造抽屉 是这样的吧 然后接着呢 做除法 或者我们直接用最不利去想 就完事了 啊 那我们说还有种构造抽屉的方式 差是12 还跟差是12 相关你就找差不是12的 这么构造也可以 那我们就想 差不是12什么呢 比如说1 1跟谁差就不是12呢 1跟2 3 这差都是12 是这样的吧 4 然后一直到12 哎 就可以这么找 为什么我不加13呢 因为如果你加一个13 13跟1 这个差就12了 这个抽屉里的数 它们的差都不是12 那现在剩下的数 我们看看13 那肯定一直到20 刚好它们差也不是12 是这样的吧 那人家问 说至少选多少个数 要保证差是12的 你说如果是你 你会从哪个抽屉里去选呢 最倒霉 最倒霉 当然是从多的这里去选 是这样的吧 哎 你发现最幸运就是 这选一个 这就选一个 是这样的吗 这是幸运 就像刚刚刚 刚才我们抽的一样 一定要从最多的去选 所以最倒霉 这12个都选完了 没有任何两个数 差是12 你再从这个抽屉里随便选某一个数 他们哎 这个抽屉里的这个数 一定跟这个抽屉里的这个数 差就为12了 所以这题就做完了 比如说几个例子 你这边想了12个数 比如说你这边想一个14 14跟2 是不是差就12了 好了 通过这道题呀 你就会发现 嗯 原来有时抽屉呀 需要你怎么办呢 构造的 通过什么去构造抽屉呢 他问什么抽屉就长什么样 就完事了 好了 那现在我们赶紧做一道练习题了啊 第二道题 所以请你证明什么任意选20个 其中至少有多少 那个其中至少有不同的两个数 它的核是等于104的 啊 为什么这100 这个这个这么多个数中任选20个 其中它就会有 呃 这个核为104的呢 那第一个我们要构造抽屉啊 构造出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苹果 苹果肯定就是树 就是这一堆树 有哪些树呢 就是从1到100这一堆树 是这样的吧 好了 几几个呢 这个都无所谓啊 先放在这儿 好 那现在我们先看看抽屉到底是几 那现在抽屉它是不是长的样 就是要合为104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找找 它的抽屉应该长这个样子 合为104的 那你就想第一个合为104的 一有没有加上谁 一要加103 那没有 所以1肯定单独起 那肯定第二组就是2 刚好加100 然后第三组肯定就是7 那肯定加的是90几啊 诶 肯定加的是97 这些全都在 你会发现这些数 诶 公差为2 是吧 好了 那接着呢 你就找该10 10加几了 那它还得再 公差为3啊 那它还得再减去3 应该到94 然后一直到一直到 最后一组应该是最靠中间的 对不对 最靠中间的应该是什么呢 最靠中间的 应该是40几啊 应该是49 我为什么想到会是49呢 因为我们找规律 你看4是什么呢 4比1多了3 就是1加3 7是什么呢 7是1加3的基础上 比4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3 是这样的吧 那我可以把它写成1加3乘2 诶 那这个10就是什么呢 1加3乘3 所以它们都是除3有余数的 那当然最终加就是49 除3有余数 49是什么呢 1加上3乘 诶 49减1的48 48除3的话应该得16 是这样的吧 3乘16啊 那这是49应该配谁了呢 用104减去49 那刚好 这块应该是55 是吧 那有没有还没写的数呢 我们再想一下 诶 49跟55中间好像还有一个数呢 哪一个数呀 52 好了 那现在抽屉就出来了 一个抽屉我们算算 这是三乘几啊 3就是三乘1 从三乘1一直到三乘16 这中间就16个 再加前一个后一个 所以现在我就知道 哦 原来抽屉有18个 那你说为什么选20个数就可以了 这18个抽屉啊 你就每个抽屉都各选一个 是不是现在没有任何两个数合为104啊 这就是最倒霉的情况 好 那接着你会发现你再选一个数 哎 第19个数的时候 一定会从哎 这18个抽屉选完了以后 第19个数肯定会从这两 就是这两个数里会选择了另外一个数 是这样的吧 哎 你不管选择哪个数 是不是都有两个数在同一个抽屉中了 这个抽屉中的数是不是就合为104了 所以你发现19个数都行了啊 20个数行不行呢 20个数当然就行了 好了通过这几道题我们连最难度的构造抽屉也做完了 好了今天我们讲了那么多虽然很多但很有意思 对不对 好了那最后我们一定要系统的复习一遍啊 进入到前天一击环节 今天我们讲的知识呢 是抽屉 抽屉你就记住看到这几个字 保证至少要怎样怎样的时候 哎 那这就是抽屉 是这样的吧 抽屉原理呢 有两个原理 这两个原理你不用记这个话 哎 你只要记怎么做就行了 怎么做呢 这是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翻不去 第一步 先找到苹果和抽屉 怎么找呢 你翻译成那样的话 比如说至少有一个抽屉就有两个苹果 或者或者那个那个 必有两个苹果在一个抽屉中 是这样的吧 不然你就用苹果多抽屉少 用它的特征去找 接着我们就做处法 哎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苹果除以抽屉 那就应该能商有余数 所以就相当于是每个礼先都分了这么多 有余数 不管这个这个这个 你就想 现在你就想让至少嘛 就分的少怎么办呢 你就让余数平均分 那这时候每个礼就只能先放一个 是这样的吧 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 哦 原来至少一个抽屉比是不少于商 加一个苹果的 就讲的那个原理的一和二了 所以呢 主要是这三步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又讲了 我们说 特别特别强的就是最不利 因为最不利 一般求的就是苹果 到底有几个 是这样的吧 到底选多少个人 才能保证这个事呢 哎 别说你就记住一句话 什么是最不利 就是最倒霉的 就是就是那个 就是喂饱猪和这个倒霉田的故事 或者差一点追上车的故事 哎 或者是零跟五十九的故事 对吧 差一点就满足 就是最不利的情况 哎 一定要先保证这事行 然后再最少 这时候老师还教了一个大家技巧 如果要是找不到最倒霉的就怎么办呢 哎 你先想想幸运的情况 幸运的情况反面就是倒霉的情况呗 好 接着就是第三个啊 我们综合应用这块 学了基本上这么几种题型 第一种题型呀 哎 你会发现就是制多的 制多那就不说了 因为他就是用极限 我们这整堂课就是极限 是这样的吧 哎 然后那块呢 千万别忘了减一 什么意思呢 他说 呃 比如说 我 我至少要有八个人是来自同一学校的 那这时候你就想想 哎 你就让他猜一点 每个学校都刚好有七个人 是这样的吧 这个时候就每个学校就会少一些 然后这块是最最关键的 就这两个是考点 第一个就是余数倍数是一家 余数跟倍数 有余数呢 哎 有倍数就像到余数 接着呢 就是我们的构造抽屉 构造抽屉也就是我们最难的一块 怎么办呢 一定要关注他的问题 问什么抽屉就长什么样 哎 自己按照技术的方法构造出来就完事了 接着我们在这一讲 田田老师讲那个36G 36G呀 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什么问题呢 哎 能说极限的方式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哎 我们管他就叫什么呢 我管他叫田不利原则啊 为什么是田不利原则呢 你就想到倒霉田的那个 喂饱猪的故事 就知道什么是最不利原则了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讲了这么多 讲的还真的是挺多的 哎 这讲比较复杂 如果同学们再有问题 记住了 有问题 找田田 我们下节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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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